大家好 我是YONIMIDO 沒錯 衣服跟我上一支影片的衣服是一樣 因為是同一天拍的 這一支影片呢 是什麼樣的主題 大家看到我前面已經擺了一個 chicken 然後可樂 我今天呢就是打算用 邊吃邊跟大家聊天的方式 聊聊我的近況跟我未來的規劃吧 有追蹤我instagram的人 應該知道了一些 就是 好先不說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炸雞 我今天呢是點這個 Nene chicken 他們家很有名的snowing chicken 來給大家看看它有多amazing 就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清楚 然後 OMG 真的是很讚的感覺 我們先來吃一口 我從來沒點過起司炸雞 嗯 好好吃喔 而且我覺得 它每家炸雞 好的地方是 就算你外面炸得很酥 但是你內部的肌肉 不會就是 打擾的這樣子 它是會很嫩很嫩 看一下 裡面還有一些小精華這樣子 好好吃 我從來沒吃過那麼好吃的炸雞 我就開始講一下 我接下來的規劃 現在是11月底 11月21號 然後 這個學期大概會在12月20左右 我忘記確切的日期了 然後呢 我1月15號會回台灣 對 原本原定的計畫就是這樣子 1月15號回台灣 2月20號回韓國 但是在不久前吧 上個月 我就決定就是 休學 嗯 我接下來 不會在韓國了 嗯 我要回台灣 我不會在韓國繼續讀書了 那很多人一定會問我啊 你都好不容易到韓國讀書了 而且你不是要讀第二個學位嗎 那你為什麼 就是不讀了 放棄了這樣子 但是 其實 我剛開始來韓國的時候 我配合學校跟政府 申請來韓國的計畫 就是一年的 其實那時候是只能申請交換學生 但是因為我們學校配合的交換的學校太少了 規定一定要找你的本科系才能就讀 如果我今天去交換 然後我要讀 我之前可能想讀的那個時尚設計系 不行 因為你回來才可以抵你的學分啊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學校配合的姐妹校裡面 沒有一所事有觀光的 他就說那不然你去找一間 你自己想讀的學校 然後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只要你可以進得去 我們都讓你去 然後那時候我就 好決定好 就是看了一輪覺得他的學費也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就來讀了 我是申請插班進來 等於說我在台灣是申請交換學生 但是我在韓國是以插班的身份 進來經濟大學這所學校 所以我一進來就是三年級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嘛 第一年就是學校配合的交換計畫 我就把這一年讀完之後 我自己再花錢讀第二年 這樣我就可以拿到雙學位 但是呢 就是在這十個月的摸索下來之後 我覺得我一畢業 我並沒有想馬上從事 我的本科相關的工作 就是我還是 怎麼講 如果我去真的找不到工作 我會回來做本科相關的東西 但是目前的我 是不想做本科相關的工作 也許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那你當初幹嘛還要來讀啊 浪費時間浪費錢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經驗 學一個經驗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我的韓文是自學的 所以我的韓文真的是 亂七八糟的爛 但是來了之後 我至少這一年來 我對韓文的概念 比我之前自學的那三四年 花了那麼多的時間 雖然說我那個時候 沒有很集中的在學 也就是每天這樣子 靠聊天或看電視學 但是呢 我來這邊 我只是跟之前一模一樣的方式 跟人家聊天 透過上課的方式 而且這十個月的時間 我進步的比我那兩三年 三四年的速度還要快 我覺得這就是最大的收穫吧 那真正讓我離開的原因是因為 第一 這裡的消費真的很高 這一年花下來 我覺得 我在 帶給家人 很多的負擔 我很怕說 我在這邊花的時間跟錢 如果我在這邊 再讀第二年 我花的那個錢 學費真的很貴 再來這邊的消費生活也很貴 我的房租也很貴 什麼都很貴 我覺得 我很怕我投入的這些錢跟時間 所帶來給我的回報 並不是我所預期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我以後真的還想走這一塊 我自己還想要再進修自己的話 那我可以先去找個工作 做一做 我真的想再進修自己 我再用我自己工作賺的錢 再去讀研究所 或是其他的東西 這是我後來給我自己的一個想法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真的自己也很 也很糾結啊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辦 然後我就有去跟經濟大學的 國際教育處那邊的老師 韓國老師聊了一下 他聽了我的狀況 他就說 其實我建議你現在也不要讀了 他也覺得我在浪費時間 那你可以先去賺錢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一想 他講的也很對啊 所以呢 我就決定 就是下個學期就要休學了 對 對我就是要回台灣了 呀 所以我1月15號的時候會回台灣 然後2月20的時候再回來 因為剛好我的房子的約也到2月20幾號 回來辦理休學 對房子也處理一下 拿回保證金啊什麼的 然後我會帶兩個禮拜 在韓國 對這就是目前的一個計畫啦 總結一下就是 我要休學了 我沒有要繼續在韓國讀書了 然後我有別的計畫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會是什麼 因為 有follow我instagram的人 就在上面 看到我那一陣子很迷惘的時候 很多人都留言給我 其實我很感動 因為我沒有想到大家的回想會那麼多 很多人都說 他們很支持我 他們覺得說 修學了或是不讀書了不代表你放棄了 也不是一件壞事 只要你自己有更好的目標更好的計畫 這都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很感動 我想說原來大家 不會因為你休學 然後就批評你或什麼的 因為有些人會這樣子嘛 這都是自己選擇的路 所以 也沒有什麼好或不好 因為這都要自己承擔 休學過後 回到台灣 會在台灣打一陣子 其實我自己本來就是有這個規劃說 想說我在韓國讀完書之後 我就要馬上去澳洲打工度假 但是 因為我在韓國這邊 上課的時候 英文科遇到了一位 甘拿大的教授 他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他把我們當作朋友這樣聊天 那他那時候 又因為我是外國人 所以他 特別的會跟我交流啊 然後 會密歸我啊什麼的 然後 就跟他聊了我的心理話 他覺得說 如果以後 真的想要找一個出路的話 他會希望我去加拿大打工度假 打工度假完之後 看可不可以在那邊找一個正式的工作 在那邊賺錢會比 回台灣賺得多 我想一想好像也是 雖然說我不確定我自己能不能做到 也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有這個運氣可以被抽中 但是他說 反正你就抽嘛 試試看啊 好 瞅瞅看加拿大的打工度假 一直到明年 如果都沒有抽中的話 因為身邊有好多朋友 其實計畫都差不多 大家都想一起去 但是很多人是說 不要一起去 但是我是覺得 剛開始去的話可以一起啦 因為大家可以互相幫忙嘛 至少 那如果加拿大我們都沒有抽中 我們就是 明年的時候再一起去澳洲 很多人也有問我 很擔心說 那你回台灣這一陣子 你怎麼辦 主拍片的計畫啊什麼的 已經不會帶韓國了 那怎麼拍 可是我想說的是 我一直以來 都沒有與韓國為主軸 在拍韓國的片之前 我還沒來到韓國之前 我就只是記錄生活而已啦 所以其實我沒有很擔心 只是前一陣子 我有點不知道要拍什麼 可能是那陣子的 我太專注在學校了 然後我就覺得我生活好無聊 真的沒有什麼好拍 跟好分享給大家的 對所以那時候很迷惘 也有在IG跟大家聊這件事 然後也很多人回我 然後就說 你可以休息一陣子啊 幹嘛要逼自己 每個禮拜都要上片 因為我當初拍片的初衷 本來是我自己看得開心就好 聊了這麼久 我覺得我的炸雞快乾了 我先在集中吃一下 再跟大家繼續聊 來吃吃看這個玉米好了 這是玉米加沙拉醬 這段時間 我就會盡量多多出去玩 吃一些我從來沒去過的地方 其實滿後悔的 就是來韓國這麼久 其實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但是我都沒有去好好的玩過 因為我為了要拼獎學金 我真的很認真讀書 我本來就不是那種特別會讀書的類型 使得我在這邊讀書的時候 必須要花得比別人更多的時間 這其實剛開始是很有困難的 這也是一開始我的瓶頸 因為那時候壓力很大 就是每天都在讀書 也許很多人就覺得 來韓國讀書是夢寐以求 你可以每天看歐巴欸 哪來那麼多歐巴真的 沒有那麼多歐巴的 謝謝盛小姐 這裡的讀書壓力 比台灣大太多了 我的上課你要背韓國的觀光法規 你要了解韓國的 所有的觀光準則 我有很多也是來韓國讀書的台灣朋友 也是跟我一樣讀大學 不是語學堂 我們大家都常常會互相鼓勵 因為我們都了解對方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並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美好 希望那些還有懷抱想來這裡讀書的人 可以想清楚 你自己真的能夠克服嗎 因為我身邊有太多朋友 所以都受不了就直接回家 不像我只在一年 讀了他們讀到二年級三年級 突然不想讀了 就回家了 所有的錢都浪費了 沒有減免的話 十幾萬 我們學校十幾萬是便宜的 還有更貴的 當然公立的更便宜 今天的話 大概就是跟大家報告一下我的近況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覺得 只要我對我自己做的決定負責 別人沒有批評我的權利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人生 希望大家也可以操控自己的人生 然後走出自己想走的路 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這邊啦 我的炸雞還有好多 還沒吃完 等一下來好好的把它吃一吃配美劇 那如果今天的影片你喜歡的話 那我口紅都不見了 幫我點個喜歡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你也可以留下你的留言 來讓我知道說你的想法 現在已經沒有給自己規定了嘛 就是什麼每周三都要上片 就是有拍什麼片就盡量 嗯 記錄下來然後分享給大家這樣子 那希望你們真的會喜歡 然後希望我們的這種友誼 還可以這樣繼續維持下去這樣子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見囉 安妞